大家好,我是Mir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韓國的醫美 話說之前也有偶爾分享過一些關於醫美的題材 無論在YouTube或IG也好 然後收到一些留言 很多人說他們不敢做醫美的原因 是因為怕會流血 可能怕會手術失敗 所以他們就不敢去試 我才發現很多人都誤會了 醫美是一定要健血的 但其實醫美是泛止很多東西 打針或者開刀是其中一部分 還有些是完全不需要打針 是利用一些儀器去幫你做療程 其實我本身自己很少做Facial 也很少做醫美的原因 是因為懶去 但我覺得新的一年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些新的嘗試 去接觸多一些保養皮膚的動作呢? 所以我就是預約了去做醫美的 所以就想順便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韓國做醫美是怎樣的 很多人做醫美可能是已經鎖定好一間診所 然後直接聯絡那間診所 但我這次會做的療程 就是在GIVAKA BEAUTY上訂購的 他們是一個專業的K-BEAUTY平台 所以大家在上面可以找到一些最新的 或者是價錢最適合的 而且可以客製化療程 那怎樣客製化呢? 因為他們可以直接做諮詢 無論是在網上或者電話都可以 就算大家不懂韓文 沒問題的 因為網站會有中文和英文 然後現場也會有中文的staff 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擔心溝通的問題 除了網上的諮詢之外 你也可以到場諮詢 所以GIVAKA BEAUTY其實就好像一個consultant 去幫你完全量身訂做你適合的療程 因為很多人是想自己變漂亮 但又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入手的話 我覺得你用這個平台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GIVAKA BEAUTY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療程 因為跟他們的合作不只有一間診所 所以他們就會看你的預算 或者是你想去的地點 而去量身訂做一個最適合你的療程 今次我會做兩個療程 一個是增加骨膠原 所以整個臉會有提升和小臉的效果 另一個就是保濕的療程 然後我就會給大家看整個醫美的療程 今天要做的項目是超生刀200發 加上嬰兒針塗抹的方式 然後用LDM的方式來浸透 然後原因是現在的八字部位 稍微有一些 這就是兩面 兩邊的脂肪層的話 相對加舒較厚 所以有一些嬰兒肥的感覺 做完超生刀的話 整體的線條感都會很強 即光剛做完的話 可能一時之間會有比較乾的階段 所以才會給您做這個 鑰兒針和LDM的保濕管理 來做激光束後的再生 那現在就要去做這個全紋了 那希望等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大家認住我這個前面的樣子 待會後的樣子 會完全不同 我現在是沒有化妝 只是塗了嘴 好 現在是早上的10點半 還沒睡醒 我現在就要開後未來 比較好特別喔 它這個 好像有東西摸我的臉一樣 我看不到它是什麼 感覺很妙 感覺很爽耶 跟我很久的皮要離開我身體這樣 我覺得剛剛那個 動作聲音聽起來蠻可怕 但是沒有什麼拍到的感覺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現在你要做的LDM呢 它有幾個功能 就是可以幫你除去 Wrinkles 除了 還有可以幫你做Tightening 就是提蠟的一個功能 還有可以幫助皮膚的再生化 你想要做哪一個呢 他說很多人都是做皮膚的regeneration 好那我來看看 好那我來看看 這感覺怎麼樣 一點點溫熱這樣子 滿舒服的 我覺得就是這邊 一兩邊可能這個肉 看起來比較大的 所以可能就是這邊 下巴線條這些位置的話 可能會有點刺痛 而臉頰兩邊沒有特別痛的原因 是因為下巴這邊的話 因為脂肪層沒有我們的臉頰 這邊的脂肪層那個厚 所以的話脂肪層較薄的位置的話 會更痛一些 好那今天就是做完療程的第五天了 為什麼今天才會跟大家再分享呢 就是因為做完療程之後 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才可以再明顯看到效果 然後我講一下療程之前 我的皮膚有什麼狀況 大家都知道是早上才睡的人 所以皮膚其實是很容易呈現一個很疲倦 是很缺水的狀態 加上我這兩個星期呢 經常都大妝睡覺 這一點是超級不應該 但是因為我太矇 回家都直接睡著了 所以我皮膚的狀態是真的都頗差的 然後我覺得苦紋和臉的這兩個位 其實都有一點點 肉好像鬆鬆的感覺 所以我和Juvaka的職員去諮詢過之後呢 就決定要做這個ultherapy的療程 的確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做完療程的我了 我覺得苦紋這個位置是有改善到的 其實這條影片的opening 就是做完療程的當晚拍的 我覺得職員其實已經看到的效果 我其實會感覺到整塊臉的膠原蛋白多了 我是會看到皮膚是緊緻一點的 那個狀態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我呢 就是五天之後 我覺得苦紋這個位置的改善是有明顯了的 我無論是現在這樣笑啦 說話啦 動動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位置是淺色了很多 所以 是超有效的 還有我覺得這個V字位 緊緻度也是高了 還有這個雙下巴 因為本來不是受到的 所以雙下巴一定有的 你會看到雖然還是有雙下巴 但是呢 那個鬆弛度 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但是現在還不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因為還要給時間 膠原蛋白去增生 所以大概要等兩個禮拜 至三個禮拜 那最好的效果呢 才會慢慢出現的 但是在這兩三個禮拜 等待的過程裡面 是需要一路做很多保濕 然後不可以去太冷 或者太熱的地方 因為韓國天氣很冷 所以我在韓國 如果是在街上走的話 我都儘量不可以留在室外那麼久 所以這一方面呢 是要注意多一點 所以現在呢 我就非常之期待 等兩三個禮拜之後的我 希望虎紋這個位置 是可以再淺一點 這個位置可以再V一點 因為這次我回來香港 媽媽都說 覺得我臉是緊緻了 沒有那麼鬆 那我這次這個Otherapy的療程 就做了200槍 那如果大家同樣 都想做同樣的療程的話 那Juvaqa都有準備了一個 我的專屬 因為是送給大家的 那只要大家購買Otherapy 200針的療程 再輸入我這個折扣馬的時候 就可以得到 價值23萬W的 Baby Face Treatment 那就是我剛剛都有做的 那個保濕度的療程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皮膚要充滿水分 加完蛋白才可以更加快速的生長 所以大家切記切記 不要忘記我這個折扣馬 好了 那今天這個 韓國的醫美體驗分享 就到這裡了 我媽媽看到我這個效果 她也非常之心動 所以她說她下次去韓國的時候 她也挺心動 想試一下這個療程 因為我們剛剛有討論 她覺得她的苦問太深 所以應該就會去教一教她 那如果大家都想去韓國玩的話 跟Juvaqa去諮詢一下 看看自己有沒有什麼需要 因為是免費不用錢的 所以大家有什麼都盡量問她們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